北京旅游这一步值得去的三个景点 门票40块 10分钟逛完 一碗面条 却要卖30多块 你受得了吗 大家好 我是分享旅游钢破的小熊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 每一个国人心中 都有一个北京梦 那么说到北京旅游 很多人首先想到的 又是天安门 故宫 旁城这些景点 因此 不少朋友也正式奔着这些景点 来到北京 感受这座历史悠久的魅力之都 真然北京是我国的首都 大部分旅游景点 深受游客的好评 但还是有小部分景点 因为各种原因 没有受到游客的青睐 政治还被游客吐筹不淡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北京这一步值得去的三个景点 看看你有没有踩坑 第一个 长城 可能很多朋友说到长城就纳闷了 不是说不到长城飞好汉吗 作为世界上为寿不多的世界奇迹 怎么就成为了这一步值得去的景点呢 那么今天就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是什么原因 分享之前 先给大家科普一下 其实长城是一个统称 长城这个工程非常的大 凡是在古代用来防御游牧民族的一道长员 都可以选作为长城 而长城资源更是分布在15个省份和地区 其中名长城的长度为8851.8千米 秦汉及早期的长城超过了1万千米 总长超过了2.1万千米 而我们一般说的长城指的是北京的巴达岭长城 而在北京周围的野长城景点非常的多 而其中游客上当最多的要守水关长城 在北京游游经常会有一些导游或者是司机 富游游客来到这里 而这里的景色要比巴达岭差的多 而且这里的消费也特别的高 随便玩一趟下来都要200块以上 所以大家以后去北京要注意千万别被忽悠了 第二个季晓兰故居 季晓兰这个名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通过电视了解到他的 他是我国清朝时期的一位官员 而作为影视作品 其营造的屏幕形象真实有多少 那就不得而知了 不少人也是因为有一颗好奇的心来到这个景点 事实上这个景点的参观价值并不大 首先季晓兰故居是一个很小的四合院 估计逛完也就十多分钟吧 那就是这里要收十块钱的门票和三十块钱的奖解费 说实话这样一个景点一点都不值 也不推荐大家去 第三个王府井小吃街 王府井小吃街是各类北京风味小吃的聚集地 位于王府井大街 好有世界商行的南车 作为北京最著名的小吃街 这里每天都吸引着很多游客来这里品尝美食 但是大部分的游客都是成性而来 但性而归 最主要的原因是 如今的王府井小吃街 根本没有什么北京当地的特色小吃 这里的小吃大多都是外地风味的小吃 什么麻辣烫 臭豆腐等等 最重要的是 这里的味道也不正宗 还不好吃 而价格却非常的高 随便在这里吃一碗很普通的面条 就要三十多 不少来过的游客吐槽 不值得来 好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小的视频 帮我们加个关注 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